石次長 陳次長 各位來賓 各位媒體朋友 午安 今天我們舉行外交部與法務部 針對廣達新28號事件聯合記者會 就相關的調查結果與調查報告 向各位媒體與國人說明 在廣達新28號事件發生以來 中華民國政府向菲律賓提出四項要求 透過外交途徑 持續積極的交涉與磋商 其中有關司法調查部分 雙方並且根據雙方的 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合作機制 啟動司法互助程序 今天的記者會 請我們外交部 石政務次長主持 也請法務部 陳政務次長 為各位說明調查報告的部分 在座還有我們法務部 國際及兩岸法律司 陳司長 陳文琦 陳司長 以及我們外交部 條約法律司的 申司長 申配黃 申司長 我們現在就請陳時次長為我們各位致辭 法務部 陳政務次長 陳司長 本部申司長 高發言人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非常感謝各位在幫忙中 能夠出席今天記者會 最主要我想藉著記者會 向各位媒體朋友 也向國人報告 菲律賓方面 已經在今天下午兩點鐘 在馬尼拉 由菲律賓的國家調查局 正式對外公布 廣大星28號事件所做的調查報告 菲國調查報告 正式建議菲律賓司法部 依殺人罪起訴8名 菲國涉案的海巡署官兵 另外建議以 妨礙司法公正罪 起訴4名涉嫌掩蓋犯罪事實的海巡署人員 菲國司法部 並且具體的承諾 要儘速的起訴 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 相關這個案情 我想等一下請法務部的陳政務次長 向各位做詳細的說明 菲律賓所公布的這份調查報告 是經過菲國司法部 以及相關部會詳細的討論 就本案的經過事實 菲國相關的司法判例 以及菲國國內法 跟國際法的適用問題 進行通盤的研議 最後由菲國總統親自核定 我想這些過程 也充分的表達 菲國政府 對於廣案 所涉及的 陳兄就辦 表示充分的決心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 在這個過程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才對外公布 外交部在這裡 要藉這個機會 特別感謝罹難的家屬 各位媒體朋友 以及關心本案的全國民眾 不分黨派 不分朝野 這段期間 對政府處理本案 所給予的堅定的支持 本案的發聲 陳屬不幸 政府至5月9號 洪石城先生遭飛國 海巡人員槍擊身亡以後 就秉持著立場堅定 態度理性 措施明確 幾項原則 以合情合理 合乎國際法的方式 與非國方面 不斷地進行嚴正的交涉 要求非國政府 應該正式道歉 賠償損失 儘速徹查 並且嚴懲兇手 同時要儘速的啟動 我們兩國漁業會談 我想雙方都盡最大的努力 要為洪石城先生 伸張正義討回公道 具體的來說 也就是說 這次我們處理這個案子 就是要替家屬討公道 要替漁民爭權益 也最重要的 就是維持我們國家的立場 跟尊嚴 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們救助了三名 在海上遇難的非國 愚公 並且安排了他們平安地返回菲律賓 我想這些舉措都是顯示 我們政府不分國籍 重視生命 而且重視我們台飛兩國 既存的友好合作關係 這個案子經過三個月 與非方積極的協商 非國方面在今天正式公佈調查報告 做出正面的回應 在這裡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據我們的瞭解 非方已經透過律師跟宏家達成具體的賠償協議 同時非方也尼派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MECO的理事主席 佩瑞茲先生 以非國總統代表的身份 儘速來台 說明非方對本案的相關努力 並公開向罹難者家屬道歉 最大的目的 我想就是要修補我們兩國的關係 在這裡 外交部重申 中華民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 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 我們外交部樂見 菲律賓此以和平解決 廣大新二十八號事件 以及修補台非關係的具體行動 我們也將建議 盡速地解除 對非國十一項制裁 使我們兩國早日恢復 友好合作的關係